三站公墓在109年开始 族人们陆续开始崛起祖坟 整理空间的土地来兴建纳谷墙 景美村的村长金志雄表示 经过了两年的起绝时间 秀林乡公所 生命礼仪所 在下半年度将会开始进行 发包私作的工作 预计年底三站纳谷墙就可以完工了 109年三站部落召开会议 来行使同意前来兴建纳谷墙 也获得半数族人们的同意 两年多的时间族人们也起居了祖坟 祖先处理好的纳谷 先安置在秀林乡公所生命礼仪所 景美村长金志雄表示 由于目的已经整理好了 要兴建纳谷墙的基地也处理完成 秀林乡公所预计在下半年度 要开始发包私作 预计在年底就会兴建完工 那我们经过在我们三站部落会议 那我们提案的 经过在我们代表相公所 以及我们村民的努力之下 已经通过了 那进行中我们已经在做一些 我们在做私作 已经经过到我们徒神 或是说整个方案已经通过 然后感谢我们乡公所进行当中 这十二月底一定会做完 做完因为最近我们祖先都在修理乡公所那边 纳谷那边社区安置在我们货柜 那村民在自己说是不是说到十二月底 秋山做完 那公所说为了安置我们的水保旗 那土神这边 然后一大堆的一些设施问题 那进来公所也在支持 在方向里面已经通过了 那希望村民这十二月底之前一定会做完 做完或是到到明年底 明年底之前 或说明年的四月底 一定要把我们祖先给纳路带回来 那自己嘉湾部落这边也通过了 通过的方向之内说 我们先做一些水保 然后测量 然后就说做一些土地变更 也感谢我们公所在支持之下 我们完成了这样这么重大的任务 感谢我们公所已经宣布 包含我们的族人 曾志雄表示 除了山上公墓今年要先建纳谷墙 另外嘉湾部落也获得部落会的同意 也展开了申请的作业 以及基地的整理 必须在明年开始展开动工的作业 主要们开始有了环保兵章的概念 未来安葬献人 则不会有满账的情况发生了 记得请订阅我们下期再见